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又來到卡羅里農場 上次的住家菜系列引來各大男女的極大迴響 所以我們有關部門決定添食 但這次就不是我自己教了 就是請了一位非常甜美 而且她煮得很好 就是我一位好朋友 亦都很尊重的 她叫做娟姐 我現在請她出來 娟姐 Hello 我就是娟姐 今次很開心 早請了我來卡羅里農場 這裡就做這個住家菜 今天我就要為大家介紹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叫做客家鹹雞 很鹹的 這個客家鹹雞的材料 當然有雞一隻 海鹽和沙薑粉 一開始第一個步驟 當然要選一隻漂亮的雞 其實現在要買到一隻活雞 也是不容易的 但如果你真的買到一隻活雞 它就會好吃很多 這一隻 是冰鮮雞 因為真的不容易買到 而且價錢也不便宜 但也沒所謂的 這個冰鮮雞 首先我們把它解凍 然後就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個盤上 如果最後你看到還有一些羽毛 那些東西 你就可以趁這個機會 把它拔走 因為待會蒸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更漂亮 如果要檢查一下 它那個胸腔 那個辣骨裡面 有沒有那些內臟 就是那些肺 或者其他那些不知名的內臟 蒸了出來 都會令到它的肉質霉 所以就要把它全部滑出來 這一隻都非常乾淨 所以都不用花很多功夫了 好 第一步 我們就首先用這個粗鹽 灑到雞裡 裡面和雞的外面都要灑好 然後就把它擦均勻 內外都擦均勻 擦均勻之後 我們可以用保鮮紙包著它 然後放在冰箱裡 醃10至12個小時 這隻雞醃了10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這隻雞出來 然後在水喉裡 洗走上面的鹽 因為如果這樣蒸的話 它就會鹹得好像在喝海水 其實這隻雞現在已經入味了 所以就把外面多餘的鹽 洗走它也是可以的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進去蒸 蒸雞的東西 其實都是用猛火放進去蒸 有時候這隻雞蒸完之後 它會… 即是死雞撐飯蓋的意思 就是它一蒸完之後 那隻雞的腳會這樣站起來 然後它就會把飯蓋也會撐走 所以為了保持它這個… 即是令它的樣子好看一點 我們就會拿一條繩這樣綁住它 綁住它來蒸 它就一定不會走樣了 那隻雞綁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煮熱一點水 然後呢 就把雞放進去 用中大火蒸它大約20分鐘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 在這個蒸雞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準備好 待會用來點雞的沙薑醬 沙薑醬簡單得不得了 就是沙薑醬 如果你威水一點的 當然是用新鮮 更加好吃 不過偶爾有一賣 又不是經常都有的 沙薑醬醬 加一點點海鹽 因為雞都鹹的 所以其實就不用加很多 然後呢 就煮熱一點油 然後生勾勾的這樣 把油炸下去 小心喔 然後攪拌均勻 然後攪拌均勻 就可以了 我們等一隻雞就可以點來吃了 這隻雞就蒸好了 也都攤凍了 現在就是一個 如何做一個好媳婦的工作方時間 就是怎樣斬雞 斬完雞之後 最重要的是把整隻 拌均勻到碟裡 這樣才為之一個 家庭主婦的必備條件 好 整隻雞在這裡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一開始的時候 先把雞腳斬出來 有人喜歡吃雞腳 有些人是不喜歡吃的 但是 例如我媽媽就很喜歡吃雞腳 所以這些位置 她會很期待雞腳在這裡 好 然後就斬雞頸 還有 雞頭固然放在這裡 雞頸 雖然就好像說 不是很建議吃雞頸 但是 但是 有些人喜歡吃的 我們也放在這裡 好 接著 我們就要斬雞翼出來 雞腿 這樣切開 一切出來 你就看到關節了 那你就可以把整隻雞翼 非常之完美地切出來 好 接著就到雞腿了 然後到雞腿了 也要切開 一直切開 然後就可以將它 接著就到雞胸了 就可以把裡面的辣骨切掉 最後就到雞背 雖然沒什麼肉感 但很多人很喜歡吃雞背 有頭有尾 最後把屁股放在這裡 一個主婦全雞就是這樣放 大家看見到這裏 好看見到這裏 好看見到這裏